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本期要为你解读电影 晚秋 在僻静的富人区街道 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脸上挂满伤痕的华裔女子安娜 在街头茫然急奔 然后又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屋 她为了和初恋情人王金私奔 措手杀害整天暴打自己的丈夫 而王金却在最无知的时刻 选择了逃跑 安娜赶忙清理了现场 往嘴里吞醉证的纸条 随后 窗外的警笛声响起 她将因杀人而入狱 时间来到七年后 鉴于中不见天日的生活 熬得安娜一脸憔悴 黑眼圈毫不遮掩地挂在脸上 她的母亲刚刚闭试 哥哥交了保释金 获得值班丧事72小时的假期 郁金给她一部定位手机 表示有电话时必须要接听 否则即被视为越狱行为 在青春年华失去了人身自由 如今连心爱的母亲也离世 安娜变得沉默寡言 开始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 她搭上了回家的路 这一趟的旅程显然是未知的 所以和另一个男人的邂逅 也是她命中注定的 在开往西雅图的大巴上 又帅又品地高个男人勋 医师上没有足够的钱 只好问同事亚裔的安娜借钱 可让安娜没料到的是 好心借给对方30美元 她还死皮赖脸和自己搭讪 对于心灰意冷的女人来说 她的生活也是一片死寂 根本不会因为长得帅气的男人 主动搭讪而内心暗爽 所以整个过程 安娜只是低头折指不说话 也正是这场旅途 让两人的故事 正是拉开序幕 到达终点站 薰摘下自己的手表交给安娜 表示有钱后 再跟她换回手表 可安娜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马上没把手表还给她 希望摆脱这样的纠缠 那些借出去的钱 也没打算要回 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就分别对两人的状况进行讲述 首先 等到安娜回到家中 便遭受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她发现哥哥交保证金的原因 是想把母亲的房子卖掉 唯独插了自己的签名 那些所谓的亲人 没人慰问她在狱中的生活 都是忙着分割母亲的遗产 这般冷漠至极的虚伪态度 越发让她觉得 自己的家格外陌生 安娜走出家门 意外看见初恋情人王金 已经结婚生子 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 巧合的是 王金也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她 可当两人再次碰面 王金没有一丝愧疚和责备 而是一副 你落得如此下场 与我无关的姿态 戴着极其虚伪的面具 抚慰着 安娜只好急急打断 表示一切都过去了 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将未来交付于他人的女子 在遭受对方的背叛和失踪后 心理的伤痕 将再次开裂 而那个在车上搭设安娜的轻 也并非真的那么潇洒 只是一个靠女人 吃软饭的小白脸 有个妇婆想要和她私奔 因此得罪了对方的丈夫 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大佬 在卑鄙无奈的情况下 迫不得已 逃到西雅图生活 一路躲避追杀的途中 她在巧合和安娜遇见 就在此时 安娜和勋在街头重逢 这一回 男人走上来想还钱 顺便想再次调戏之际 安娜竟然直直地开问 你想要我吗 随后 两人来到一个宾馆开了房间 然而这场极其克制的亲热戏 并没有我们设想中的不和谐 安娜在温柔的爱抚下 渐渐深腾起了浴火 但想到 这不是报复初恋情人背叛的理由 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就重重地一把将对方推开 此时 薰意识到安娜的不寻常 却忍不住 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 为了解除尴尬 她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你是第一个不满足的客人 给你打个八折 事后 薰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便带着安娜开始了短短的漫游 两人先是来到湖上的浪漫餐厅 享受了一顿美味的西餐 一起坐观光巴士 游览城市美景 一起坐游船 享受短暂的阳光 还一起去了游乐场 玩起了碰碰车 全身下来 薰开心得不得了 可安娜总是莫名其妙地 冒出伤感 直到天黑 安娜用薰听不懂的中文 开始倾吐自己的心事 说自己嫁给了一个有钱 又疼爱她的男人 因其美竹马的初恋情人想复合 提出一起私奔的想法 结果丈夫得知此事 叫她哪得半死 至于王金有没有参与凶案 安娜并没有明确说明 按照计划 参观完母亲的追悼会 安娜必要回到监狱 令她始料未及的是 薰捧着一束鲜花 竟然也赶到了现场 仪式完毕 薰 安娜 和王金夫妇一起聊天 薰在介绍自己身份的时候 使劲吹嘘了一番 说她将会和安娜结婚 还会在中国 开书家中餐厅 这使得王金意识到薰是个骗子 推断出她想逢场作戏 就严厉警告不许玩弄安娜 对方不友好的态度激怒了薰 结果两人在现场大打出手 在对待王金的情感上 安娜被深深地伤害过 有太多的话要说 却又无法开口 而薰的举动 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 终于找到了发泄情绪的突破口 当着所有人的面 安娜歇斯底里地 将内心的压抑爆发了出来 意思是说 王金才是毁掉了 自己幸福的真正元凶 那个灰暗的早晨 她杀死了对自己家暴的丈夫 王金没有按照约定回去 而是像个懦夫一样退缩 最终 让安娜一直等待的那句 对不起 好不容易 才从王金的嘴里说了出来 到此 长久挤压在女人心中的悲痛情绪 在这场发泄中彻底解脱 总算从过去的阴影中 逃离了出来 安娜三天的假释结束 坐上了开回监狱的长途汽车 在汽车缓缓开动之际 轻突然坐到了她的身旁 再次用新的身份搭设了起来 轻的出现 让已经对生活 对爱情不再向往的安娜 重新开始慢慢的融化 使她又会觉得 原来自己还可以拥有爱 在梦中 安娜终于和她拥吻在了一起 她记得轻对自己说 我会等你出狱 然而一睁开眼 却找不到她的人意 原来途中雾气太大 汽车停留了一会儿 轻接到了一个电话 准备走到车站去接的时候 被几个人强行带走 而幕后主使 这是父母的丈夫 更虑心的是 对方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捏葬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栽赃嫁活给薰 对于这样的局面 薰自然是无力抗争的 只能等候警方的拘捕 和法律的审判 如果说葬礼餐桌上的争吵 是影片的高潮 那临近结尾的反转 则成了影片中最虑心的桥段 因为安娜怎么也想不明白 薰为何要不自而别 两年后 安娜已经出狱 坐在远薰约定的咖啡店等待 至于他们能不能重逢 电影在结尾留下了一个悬念 也许她等会就来 也许她 永远也不会来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